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其实就相当于国庆。 每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府都会在首都华盛顿,搞一些纪念活动。 其中就包括简单的阅兵活动,主要是不同的兵种走走方队,有个仪式感就行。 不过,今年的7月4日,美国特朗普希望搞一场特殊的阅兵活动。 就是地面上有先进的坦克战车,空中有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的那种。 特朗普能成功吗? 一、阅兵阵容曝光。 根据美国媒体防务一号报道称,有讯息人士透露。 根据目前的安排,美国空军现役最先进的B-2隐形轰炸机和F-22猛型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将在阅兵活动期间进行航空演示。 另外,美国空军一号也会出现在阅兵中。 这些空中展示,将包括美国海军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以及来自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其他飞机。 公众还将在阅兵中,首次看到尚未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直升机的新版本。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报道则称,总统的VH-92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独立日的阅兵中,预计也将出现在天空。 该直升机,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很可能要到明年年底才能结束。 对于地面武器的展示,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将有两辆M1A1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有一种说法是M1A2SEP3,和两辆布拉德利战车参与阅兵。 在当地时间7月2日晚间,这些坦克和战车,已经被移至静态展示位置。 这成了特朗普努力重塑国家广场每年一度的7月4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另一名军方官员表示,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太重了,可能会压坏道路。 因此,目前正在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周围寻找能够承受60吨坦克重量的合适地点。 据称,这两辆主战坦克,以及另外四辆美国军用车辆,被发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东南边缘地带。 这些M1A1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由宪兵守卫。 当地时间7月1日,从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岛,通过货运火车命抵华盛顿。 此外,对那些美国二战装备感兴趣的居民而言,可能会在7月4日的阅兵室中,看到1944年美军使用的M4A1谢尔曼坦克。 根据目前的安排,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4日,下午6点30分,特朗普将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讲。 重点估计是强调,现在的美国,依旧很强大。 在特朗普发表讲话期间,多架战斗机和其他飞机,将飞越林肯纪念堂上空。 特朗普表示,越冰将向美国人民展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军队。 五角大楼和我们伟大的军事领导人,非常高兴能这样做。 你们会看到难以置信的空中力量展示和史上最大的烟花表演。 据称,烟花表演的成本,大约是75万美元。 二,上一次阅兵成灾难。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在美国举行一场大场面的阅兵仪式, 很可能将成为一场灾难,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适合阅兵。 华盛顿最近一次是阅兵,是19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后的胜利游行。 但是那场阅兵几乎是一团糟,毫无可取之处。 1991年6月8日,美国总统老布什与副总统和内阁官员们, 在防弹玻璃构成的检阅室,向外望去。 大约有8800名士兵,走向宪法大道,经过白宫,然后转向五角大厦。 这批部队几个月前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击败伊拉克部队,完成收复科威特的胜利。 随后,有其他的战斗武器,也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包括M1A1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M2布拉德雷步兵战车,爱国者导弹,M109自走炮等。 接住天空也传来巨大轰鸣声。 直升机群,战斗机,都从华盛顿上空飞跃。 场面相当壮观。 然而,这场大规模游行背后,付出了相当多的环境代价。 华盛顿市政府为了给装甲车队开路,先除去了游行路线上的路灯桿,事后当然再装回去。 这还算是可以恢复的。 67吨的M1A1战车,在宪法大道上面过,造成深深的车折。 宪法大道的有效承重量仅30吨。 M1A1,显然超重太多。 而且当天,艳阳高照。 30度的天气,进一步把利青给软化了。 另一个更搞笑的伤害是直升机造成的。 一群攻击直升机,在国会大厦上空盘旋,咆哮住。 结果在悬停时,众多直升机掀起了一场沙尘暴。 历史和沙尘像机枪一样四处扫射。 破坏到临近的雕塑。 最后统计。 这场阅兵除了没什么意义的贺彩以外。 代价是耗费1200万美元。 120万磅的垃圾,公共艺术品的损失。 况且。 老布什扮阅兵。 还有战争胜利的庆祝氛围。 当时,老布什有73%的民意声望。 现在举行阅兵,如果只是因为独立日。 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美国Wear It Marty军事网站的文章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 美军为在华盛顿特区, 举行数十年来第一次盛大的阅兵式。 冷战结束后。 阅兵式一直是中国、 俄罗斯等国家政府, 对国外军事分析人士, 展示新建军事平台的舞台。 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力量。 但俄罗斯、中国或朝鲜, 能够在阅兵式上做的一些事情, 美国却做不到。 例如, 宾夕法尼亚大街, 可能无法接待重型军用车辆检阅方队。 而在二战时代阅兵式中展示的坦克重量, 仅约为现在的一半。 可以说, 就新装备而言。 在很多方面, 俄罗斯和中国, 在阅兵式中的表现, 很可能会超越美国。 特朗普会在阅兵式中展示核武器吗? 俄罗斯、中国, 都会在阅兵式中, 对外展示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美国却不能这样做。 与中俄的核力量不同。 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通常都存放在地下井内, 而不是由巨大的军用车辆搭载。 当确实需要移动其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 美国只能用看起来, 平淡无奇的卡车将之转移。 美国的确曾在以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 展示过其核武器。 但今天的核武器, 与过去截然不同。 但的确有一种核武平台, 既可以在阅兵式上亮相, 又不会碾压马路。 这就是战略轰炸机。 这样阅兵显然来得有些突然。 一日早些时候, 美国华盛顿警察局负责人承认, 目前, 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后勤保障措施都落实到位。 三, 反对之声不小。 不久前, 特朗普骄傲地表示, 美国首都将举行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但特朗普的这一做法, 也遭到了美国国内不少反对的声音。 一般来说, 与民用活动相关的军事表演费用, 据说是由年度训练预算支付的。 但目前还没有对军方参与7月4日独立日阅兵活动的最终费用的真实估计。 五角大楼发言人克里斯米切尔说, 国防部支援向美国致敬系列活动的成本。 目前尚未确定, 国防部将从各个军种部门收集所有相关成本资料。 有讯息透露称, 出席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前演讲活动的, 将是一些美国高阶军事领导人, 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 但是, 美国民众更关心的是, 举行这样一场阅兵活动, 军队的参与将花费多少钱? 官员们说的很少。 国会民主导人抱怨他们的问题, 没有得到回答。 这次美国阅兵, 还招致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的批评。 美国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组织Irican Dufanistan Veterans of America, 执行长杰里米巴特勒 在时代杂志上写道, 任何政治候选人、政党、政府机构和民选官员, 都不应该把独立日作为党派议程的一部分。 在我们日益分裂的社会里, 独立日是所有美国人都能一起庆祝的日子。 在今年之前, 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总统, 将自己的演讲, 纳入7月4日, 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独立日活动。 霍伊尔,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伊斯坦尼哈尔尔, 众议员迈克勒姆和众议员格里加瓦尔尔格里哈尔尔, 甚至致信特朗普。 敦促他取消将此次活动, 变成党派竞选集会的计划, 因为这可能会对参会者造成伤害, 并给市政财政带来压力。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利尔·鲍泽, 也反对特朗普参加这次活动。 他告诉华盛顿邮报, 这一历史性的活动, 一直运转良好。 鲍泽澄清说, 特朗普背离了传统。 2018年, 特朗普曾试图组织一次单独的, 已经是为中心的阅兵室。 包括装甲车、 飞机表演和穿著过去和现在军装的军队。 本来该阅兵活动, 原定于2018年11月1日举行。 但最终在当年8月被取消。 主要原因, 就是钱从哪来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即便地址的问题解决。 如果一切顺利, 特朗普当时希望举办的盛大的阅兵室, 将于2018年11月11日, 退伍军人节在华盛顿举行。 但据五角大楼指出, 能不能找到举行阅兵室需要的资金还是个问题。 资金流逝阅兵室组织者必须提供的细节。 估计到7月4日当天, 特朗普仍会面临一些抗议人群。 有信息说, 那个在伦敦出了名的特朗普宝宝飞艇, 很有可能这次出现在华盛顿街头。 如果真的如此, 那么性质就比出现在伦敦街头上空更加严重了。 另一个非盈利美国退伍军人集团Volten X的计划用麦凯恩T恤, 来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 他们计划分发, 大约5000件麦凯恩T恤, 给那些参加当然阅兵活动的人们, 以及一些国会议员。 由于不久前因病去世的参议员麦凯恩与特朗普的关系是同水火。 甚至麦凯恩在一年中, 拒绝特朗普这位现任美国总统参加他的葬礼。 而特朗普在访问驻日美军基地时, 太平洋舰队突然将部署在那里的麦凯恩号战舰移出特朗普的视野, 引起麦凯恩家族的极大愤怒。 所以, 一旦这5000件麦凯恩T恤被穿出来, 出现在阅兵活动中, 那就热闹了。